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揚州炒飯就吃得多了 有沒有聽過揚州八怪? 真的不明白, 這是藝術家 是甚麼? 藝術家這三個字, 你想到甚麼? 有甚麼?有品味, 有很多女朋友 睡天朝底, 很窮的 還是吃著揚州炒飯 跟她說藝術? 大哥, 藝術家也吃飯 揚州八怪, 是中國清代中期 活躍於揚州 是一群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總稱 她們重視個性表現, 提倡風格獨創 主張自立門戶 她們承繼了文人畫的傳統 以梅、蘭、谷、竹、蟲、石等 成為她們主要的描寫對象 顯示出她們的孤高脫俗 她們是一群充滿正義感的知識分子 她們生活在社會的中層 她們對官場的腐敗 對富商的考取豪奪非常了解 官商勾結, 貧富懸殊 這兩句話 你們是不是心同感受呢? 揚州八怪, 他們會為人民而發聲 就像鄭舌一樣 她會用竹聲去比喻民間的疾虎聲